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三次的《大情小聚》 今天的嘉宾是女高音歌唱家 Sagney Natalie Natalie 刚才你示范两段很精彩 不同的情绪都出来了 谢谢 你亦都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 是进修过 是 进修了多久 学过两年的 两年出生 UBC 然后马上去了意大利 跟Ronaldo Nicolas 是 然后马上去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学了两年 是 学了两年 在那里学了什么呢 也是学歌剧 因为当时就觉得在 我毕竟还是华人 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 对于歌剧的概念 所以呢 因为我从小开始学习音乐 这些都是从西方开始 都是西洋式 对 都是西式的 都没有对于中国的 中国怎么看待西洋歌剧 然后怎么样在音乐上怎么样处理 声音上怎么样处理的感觉 感情都没有过任何的这个接触 所以当时也就想想看一看 是学习一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不同和认识上面有没有什么共识 这样 跟这个有名的教授 对 他是叫郭树珍教授 郭树珍教授 发音声方法和就是比较传统非常老的发声方法和西方的欧洲的呢是有一点点区别 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说他在那里面的位置比较靠前 但是呢 后来我觉得 但是在他跟我讲 他也 他当时就说 其实上你最终要找到一个靠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发声的时候 你的声音是要传出去的 你传出去 但是你的气息是需要像一个像一根针是你的声音的中心 周围要包括着用气息来包围着它 让它能够传得远 像一个beam of air 就是像一个光柱一样往外送 有个厚度 对对对 它有厚度有宽度 而且很圆润 Natalie 你说俄式和欧洲式的分别 低音那里不大 但是如果对你唱铝高音的 那分别大不大呢 还是不大呢 气息方面就是需要更沉稳一些 但是我觉得区别 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不管你怎么样 每声方法都是一定要 越沉越好 你的气息都是要从丹田发出来 其实上就有点像在打太极钱 你讲丹田我真的都很想 因为我们唱歌 整天都说在丹田运气运声 其实不容易的 你这么资深也都是去过这么多地方学习 可不可以简单示范一下 就是怎么样叫做丹田可以发到声 或者给我们观众欣赏一下你怎么发声 丹田其实上就是在你肚脂以下的四个指头的这些肌肉 这一大块肌肉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丹田 所谓的气成丹田 其实上是一个imagination 是一个想象 当你你就想像你是一棵大树 然后你的脚是这个树根一直伸到地底下 那在你吸气的时候呢 你吸的这个气就要像树一样一直穿 贯穿到地球里面 那你吸的时候就可以 你的从脖子一直到这个丹田 这一段它叫腹式呼吸 就像个气球一样全部鼓起来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 这个丹田是要往外鼓的 它的理论在解抛图来上 解抛图说的时候 它不是气到里面去 它只不过是因为丹田往外的时候呢 往外推把你的这个横隔膜就向下压 那你的这个肺自然而然就扩大了 所以你的肋骨就会扩张开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 一般你平常呼吸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两边的肺是 背面是撑开的 当你练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话 它撑开的这个越来越自如 就是肋骨其实上是会被慢慢撑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唱歌剧的人 就是比较宽一点 比较厚重一点 你刚才说不要在肩膀移动 应该是背后可以移动 可不可以发一些声 让我知道一下 如何是气在丹田发出来 还有如何是肩膀不动的 就是 好 那像平常 假如说我请你呼吸一下 假如说做一个深呼吸 通常大家做深呼吸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 对 那你吸气的时候 肩膀自然而然就抽起来了 但是你吸的时候 就整个内脏好像都往上浮 如果你气成丹田的时候的话 你竟然是不会向上抽 你气吸进去 就是说你吸进去了以后 你的浑身都会饱满了这个气 当你呼出来的时候 你只要匀速地控制住它 让它匀速地往外推 往外出的话 你就会有足够的气息 来唱完这句话 你说想像自己的大树 那我的脚 其实是否说 如果我脚 如果抓紧一点 站得不太斯文 或者分开一点 是不是好一点 对 唱歌一定要站得稳 以前我在UBC的时候 然后Nancy就是系主任 每次都跟我们说 一定要站稳地唱 如果说在舞台上 因为歌剧上面 你要在舞台上 会有很多的动作 假如说别人轻轻碰你一下 你要是站得不稳 马上就会倒 而且你唱歌的时候 你的气息是要在人的正中心的 在达芬奇的那个画 就是图画上 他最出名的那种画上 他的人的正中心 是在就是 从鼻子以下 一直到地的 所以呢 你的这个 两只脚分开 站稳和肩宽 是很重要的 Nathy 我想你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都很想你很快说 但有一点我很想 跟大家观众分享 你说 其实你唱歌剧 是要被乐队 你听到原歌 管原歌 他的音符早一点 如果不是就慢了 是不是 是是是 特别是一般在 跟交响乐团合作的时候 因为场地非常大 交响乐团 它会在你的前面 但是呢 我们演歌剧场 一般舞台都在它后面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段距离 那一旦你声音 当你听到 交响乐团的声音 travel到你 你听的耳朵的时候 它已经有那么 零点几秒了 当你在发声 在传出去的时候 那你的 你们两个声音 传到观众的时候 就会错位 就会一定会坏 一定会坏 对 Nathalie 你今年5月 会有一个 辞前 因为你有一个 有个 North America的 艺术基金 North America Foundation 《Earth America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Minorities》 就今年5月 会有个节目 筹款 是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在哪里 在5月22日 在Orpheum Theatre 是关于老年痴呆症的慈善音乐会 但是当时候主要是 Vancouver Opera Orchestra 温哥华歌剧院交响乐团 还有我 还有几位同仁 还有呢 就是歌剧院的 几位歌唱家 同时还邀请到了 在中国刚刚德金基奖 电影最佳音乐奖的 这个昊威亚教授 他写的这个音乐 我们在现场也会 表演他的这个 西藏的天空这一部电影 哇 好丰富喔 那如果想拿资料呢 去哪里拿资料 在我们的网站上 www.nafam.org 都可以看到 Northy 今天多谢 眼界大开 谢谢你 希望你喜欢今集的大情小聚 再见 耶稣 接下来 每日都可以联邀 家 我的眼神 是 对 在这样子 在这样子 都可以摇招招一下 直接摇招一下 今集的